大平层 郭兰来过不止一次 他有参与布置他的卧室 他也不想太过职业化 不想让他的工作带到生活中 所以不能太简单 他受了苏柔的影响 他比较过和苏柔的差别 发现他身上没苏柔那种女人味 他接受超强度的培训 然后通过严格的考核 进入有关部门 是国家安全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他在工作岗位 就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 他离开岗位 也不能完全成为一个女人 他还需要时刻将国家置于 比个人更高的位置 但苏柔不同 苏柔就是一个社会的人 他完全可以过女人该过的生活 比如留长发 精心化妆 可以穿漂亮的裙子 享受异性的追捧 放纵一点的画 唾手可得的循欢作乐 可郭兰他不能 但他还是想尽量将自己女人的一面 展露出来 至少在方号面前 赤身裸体的站在镜子前 郭兰可以看到 他的肚子凸起的更明显了 随着怀孕周期的推进 他身段前倾 更符合前突后撬 苏柔 我不能比你差 郭兰有点欣赏自己 但他还是忍住了拍照的冲动 虽然这房子是他的 但这里的安保并不严实 说不定会有小偷光顾 若是他这种撕照被人看到 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糟糕后果 他欣赏了一会儿 就见到方号从淋浴房出来 骄傲的小方号 让他都不得不敬畏 可又喜欢的不行 傍晚的时候 他已经和方号欢乐过一场了 先在泽国 再被光顾 他还是得深呼吸两口气 那个有点大 得忍一下 深夜 方号亲自下厨 给郭兰做了一份安胎的膳食 让他补充体力 也为肚子里的孩子增加营养 郭兰吃完 轻擦了嘴角 抚摸了几圈肚子 也捏了捏臂膀上的肌肉 他道 最近吃的有点营养过剩 我都在胖了 哪里胖了 郭兰文言 就下意识地配合方号 挺了挺胸 道 肚子啊 肚子大了好几圈 他见方号把咸猪手伸了过来 就打开 让他老实一点 不然 他又要控制不住自己了 他道 方号 我稍微了解了一下 我觉得我的肚子 比别人的同期要大一些 我们的孩子 会不会营养过头了 多胞胎中 孩子过大的确是其中的一个风险因素 但我不会让你陷入危险之中的 这点把握 我还是有的 我接触过不少多胞胎 他们很少像你这样 妊娠期间的肉 只长在肚子上 而那些女人 臀和腰都会长胖 这倒是 那你说 我生完孩子后 还会回到此前苗条的身材吗 应该没问题的 你这么自律 也注意锻炼身体 自然能保持回去 那就好 我就怕到时候长胖了 变丑了 你不要我了 抛开苏柔吃的苦 我也真羡慕他 生完孩子 他的身材几乎没拉胯 反而更完美了 听到郭兰提及苏柔 方号收拾碗筷的动作顿了一下 不可否认 苏柔的身材的确比此前更好了 他知道其中的韵味 他道 苏柔的问题 还是在他的自以为是 还有任性 他想改变 但并不容易 郭兰道 或许 他缺乏一个信仰和目标 作为被背叛的人 你遭受的折磨 比他要深 可你能走出来 乐观向上 这应该是 跟你的医生职责 还有你传统的家庭观 有关系吧 兰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 我并没有那么好 你会怎么办 不好 那就看你有多坏了 还能不能拯救 不然 我就亲手毙了你 嘿嘿 你应该没毙了我的机会 虽然我不是完美的 但我也坏不到哪里去 毕竟我胆子小 方浩将碗筷放到自动洗碗机中 再抹一下灶台 也就打扫完毕 他出来 接过郭兰递来的水 喝了两口 关灯入室 郭兰没有睡意 在梳妆台上补水 他道 我爸太固执了 这有点不对劲 你觉得问题出在哪里 第一 你的重要性 如果你有个哥哥和弟弟 作为你父亲的接班人 继承他这一房 那他就会将你半卖半送 而不是给我设置这么高的门槛 半卖半送 你过分了 郭兰将枕头丢向方号 他道 可我是一个女人 也没办法继承郭家大统 我不还是要嫁人 林昭帝会不会是一个模板呢 那个女人就没有出嫁 忠于林家 就算是个手巢的老母鸡 同样也能威震一方 可谁有林先生的决心和财情呢 我爸如果眼里只有他自己这一房 那他就狭隘自私了 毕竟郭阳和郭贤也是有才能的 他们领导郭家 或许超不过爷爷 但也不会将郭家置于墨留 而且我也有自知之明 我没那么重要 毕竟他都舍得同意 我和王轩这样的人联姻了 可见我也不过如此 这倒是 那就有可能是第二个问题 你爷爷快不行了 可能比他计划退下来的时间要提前 他想趁现在 尽量把郭家的后事安排好 我爷爷的确不年轻了 身体也一年不如一年 可我看过他的体检报告 没有那么糟糕 可能不是他的健康问题 而是他有对手 会强势取代他的地位 当然 这只是我的猜测 你可以回去找他老人家好好谈谈 方浩 只是随口一提 也没有深入调查研究 他打个喝歉 让郭兰过来 他搂着他 很快就入睡 早起晨练 郭兰在跑步机上行走 保持一个非常均匀的速度 穿着贴身的衣物 让他看起来迷人极了 方浩已经跑完了三公里 然后开始坐俯卧撑 一连坐了几百个 看他的样子 这体力加上手眼病用的反应 要是当兵 估计也能成为兵王 过来有眼力尽 方浩做这么多俯卧撑 都没有怎么喘息 说明这远没有到他的极限 更说明 他身体里有着惊人的潜力 吃早餐的时候 他问 你今天是怎么安排的 上午三台手术 下午估计要开个会 然后再做一台手术 我尽量准时下班 那我把孩子们接来这里 我也跟我妈妈商量一下 她会同意增加一两个保姆 然后你就可以 把老三老四转移过来了 我觉得你靠那两个孩子 是拴不住苏柔的 只会拴住你 这倒是 方浩很感激 郭兰能理解和包容他的孩子 这让他省了很多事 他去上班 意外地发现 周佳佳到了他的办公主楼 在他走出电梯的时候 他从边上走过来 将他放进办公室 让秘书先出去 他就直接将一个支票给周佳佳 让他填写数字 他道 这次去护海 希望你能顺利 周佳佳并没接支票 而是盯着方浩 道 我有个重要的信息 我听说 有人要针对你 你必须得小心一点 针对我是教授 还是别的什么人呢 方浩觉得这是意料之中的事 但不知道是哪一方的势力 具体是什么人 我不清楚 但我可以肯定 他们会对你出手的 我要继续给你打听 就先不离开江东市了 苏柔不在 那就由我来照顾你吧 方浩 你有需要的话 随时给我电话 我亲自送上门 你胡说什么呢 我有未婚妻了 方浩心存 苏柔还没死呢 你送上门 小心苏柔针对你 孙心仪就是你的下场 他道 周佳佳 你听我一句劝 早点离开江东市 不然你可能会出事 嘿嘿 咱们都在互相关心 真是绝配 方浩 考虑一下 你前妻有多美 等我到了 他那个年纪 我也会有多美的 我比你现在的未婚妻 更适合你 周佳佳见方浩不想谈 要赶他走了 就道 真的 小心点 有人要对你下手 看着周佳佳离开 方浩难免又想起了苏柔 实在太像了 可是 两人又没亲缘关系 还有 丁玉 竟然也长得像 这里面的关系 又是如何 让他一时间找不到头绪 不过 明天这时候 周佳佳和丁玉的DNA 鉴定数据 就会出来 到时候就知道 这两人是什么关系了 至于被人针对 则是非常正常的 毕竟他手上 有香薄薄 而且也和教授的人不对付 例行查房 方浩给张德勋检查后 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中 张德勋的情况没变坏 但也没出现好转 张德勋虚弱的道 方浩 给我做手术 用你的抗衰老方案 难道你没把握吗 我不做冒险的是 你的家人们 也还没有做好准备 所以 我只能选择 相对保守的 你放心 现在的治疗方案 虽然保守 但也足可以抑制你的衰老 不会让你的情况恶化 我要的不是这种保守 我想要康复起来 你给我使用你的抗衰老方案 拿出你的看家本领 你高看我了 如果你觉得我这里不能治疗你 那你就联系接收的医院 附幼 四九成 护海 哪里都可以 方浩说着话 外面一阵躁动 他看去 是张家和李伟 双方的保镖 对垒了起来 他让两家的人不要动手 然后将李伟 带进病房 李伟进来 打量着张德勋的情况 他的嘴角露出不易察觉的细血之味 他直接道 张老狗 当年我媳妇和孩子 在你的医院 是不是被你害死的 张德勋瞳孔微突 道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从没害过任何人 你都要死了 难道敢做 还不敢当吗 我没做过 怎么承认 李伟青哼一声 和方浩离开病房 他道 你看到了吧 张家的这条老狗 就是如此懦夫 敢做不敢认 我自然看得出 他刚才在说谎 方浩看着李伟 让对方借一步说话 就进入临时办公室 他就直接道 张德勋这次 要么离不开省人医 要么康复出院 你都要做好心理准备 李伟和方浩 对侍者 发现方浩眼神 非常坚定 他心叹一下 道 你小子 就是一个天生的医生 心肠太软 你尽情施展 你的医术才华吧 不要受我影响 我和张老狗的账 我自然会和他清算 这是我的事 也不需要别人插手 他拿出两张门票 递给方浩 道 还是那句话 我更看好你 和我女儿的好事 你怎么还没死心啊 我有未婚妻 而且 我未婚妻 都有我的孩子了 方浩相当无语 郭家的那丫头 我女儿是有不如那丫头的地方 可我女儿也有那丫头不急的地方 你多和我女儿接触一下 你们会擦出火花的 方浩摇头 道 打住吧 我是吃米喝粥长大的 你女儿 吃面包 吃牛肉 喝牛奶的 跟我们相差太大 还有13个小时的时差 不是一个层次的人 你为什么不让他找那些老美呢 李伟女儿拖到现在这么大的年龄 除了他自身的眼光高 另外一个原因 也是因为李伟放出了狠话 若是他找老外 那就断掉给他的一切经济自助 同时 李伟也不断给女儿 介绍相亲的 女儿自然就烦 也更不想恋爱结婚 我辛辛苦苦 打下的江山基业 转头他就给老外了 我死都不能瞑目啊 得了吧 你死都死了 还考虑明目不明目这种体面的事 毫无意义 老爷子 女大不中留 留来留去留成丑 你该放手就放手 让他自由恋爱吧 方浩拍一下李伟的肩膀 恰好护士来信息 手术室那边已经开始麻醉的程序了 他就加快查房的速度 结束这边的工作 然后就过去手外 中午 方浩拖着皮筏的身子 回到办公室 刚吃上饭 就接到张俊的电话 让他有点意外 他接听 还没来得及说话 那边就焦急的道 方浩 我得求你监视 我爸出了问题 他需要你救治 什么情况 方浩意外 张俊这急促的语气 并不是伪装出来的 更不会拿张景开玩笑 他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果然 张俊道 我爸一夜之间 头发全白了 而且脸上出现非常多的皱纹 另外一些症状 和德勋 博业差不多 我想 他也是被人下毒了 方浩快速思考对策 道 那伯父人呢 现在还在家里 有私人医生看着呢 我给你打个电话 希望你那边安排一下 然后把我爸送进去治疗 那就尽快送来吧 方浩挂断 然后给胡修打电话 或者刚赶到张景的别墅 还没见到张景本人 还说不好是什么情况 他边吃饭边等待 大概十分钟后 胡修发来张景 躺在床上的照片 已经吸氧和打掉针了 从张景的脸庞来看 还有一栋心电 监护仪上的数据 也表示情况并不乐观 他大概知道 这就是治老毒计的作用 他就给丁玉打电话 等了好大一会那边才接听 那边的语气并不好 询问他要做什么 方浩就直接问 张景也中毒了 是教授指使你做的吗 丁玉道 我知道有这么回事 也知道具体是怎么下的毒 但与我无关 与你无关 你还知道这么清楚 你真有一套 那你告诉我 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那你是想我再次光临 你住的地方 当面说吗 哼 姓张的去找他的情人了 你可以挠不出所有的细节 然后姓张的就那样了 为什么是张景 我为什么要回答你的问题 这一切都是计划中的事 满意了吗 什么计划 想知道吗 可惜 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 但我猜测 你想要找的教授 他快要来了 他会找你谈话的 年关 或者年后 你今后加音吧 丁玉说完 也就将电话挂断 教授要见我了吗 方浩并没有任何的兴奋 如果不是教授 被逼的没有办法了 他不会现身的 而他觉得 他连教授的毛都没见过 不可能将他逼入困境 他主动现身 必定是掌握着局势 会在和他见面的时候 占据上风 他手上有曾凌峰老太监的东西 有苏柔不堪的视频等 有我女儿的亲子鉴定书 如果他拿这些来威胁我 我将如何应对 方浩思前想后 觉得手里的筹码太少了 或者说 只要他站在苏柔和女儿的立场上 他和谁对垒 都将陷入被动 乃至必败之地 正寻思着 方浩发现 张诗诗进来了 哟 我的方院长 你怎么吃食堂的伙食 这多没营养啊 我心痛死你了 你别吃了 我带你下馆子去 张诗诗心疼得到 眼睛里水汪汪的 都要流泪了 似乎在他眼里 方浩此刻落魄不已 需要他这个女人关爱 有话就说 方浩发现张诗诗 很让人倒胃口 因为对方和丁玉是一伙的 我知道你很忙 特别是十多分钟以后 我这不是来给你分担的吗 张诗诗将一份文件给方浩 然后直勾勾地看着他 越看越是喜欢 真想过去亲他一口 方浩看着上面的数据 灵光一闪 道 这是治老毒剂的药物成分 你们为什么要给我 我不知道 我只是传话和跑腿的 我猜测 这自然是希望对你的研究 和治疗有所帮助 他删之时可以公寓 教授这个老阴逼 想要从我这里得到启发 方浩再看一遍 就将文件放到一边 看着张诗诗 道张家的两个老人 就这样被教授阴了 他就不怕张家报复吗 这个我也不清楚 可能张女士一高人胆大吧 或者在张女士的眼里 她的对手不能怎么她吧 张诗诗站起来 道我不打搅 你吃饭了 我去看看 曾家的老先生 哦你转告一下 你的准岳母 让她回四九城 因为她在江东市 做的是出格了 当着我的面 威胁我准岳母吗 方浩眼睛眯起来 眼神渐渐冰冷 方浩 你不是吧 他们国家可是要你做上门女婿 要你几百亿 还要你为奴为利 你还替她说话 张诗诗也严肃起来 朝方浩凳回去 没退让的意思 那眼神也有着挑衅 你越在乎秦淑贤 我越要报这次被阴了一把的仇 你对我的事还挺了解 方浩没想到 张诗诗随口就说出了郭家提的条件 真是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这只会让她和郭兰的好事增加难度 因为郭家已经提出来了 不会轻易收回 骑虎难下的结果 那就是不肯妥协 郭家提出这个条件 就是摆明了不同意 她和郭兰的事 名人不说暗话 方浩 我对你一见钟情 张诗诗这次就直接了 那神情半真半假的 我不喜欢你 那就太遗憾了 可我不会死心的 我给你时间 你和郭家不会有结果的 而你会了解我 然后接纳我的 我等你张诗诗说弊 也就离开 这女人疯了吗 她是什么货色 她自己没有点B书吗 方浩再怎么没胃口 也尽量多支点 等会儿要给张警检查 下午还要做手术 都需要体力支撑 她也给秦淑贤打电话 让后者小心一点张诗诗 别被对方报复得手 可秦淑贤听到张诗诗要报复 她只是轻蔑一笑 让方浩不要担心她 或许是我多想了 方浩处理好适合 然后喝几口茶 接到张俊的电话 她也就下去住院部 不多会儿 救护车将张警送来 后者的脸色比照片中更差 目光呆滞 呼吸衰弱 垂死在即 方浩一检查 稍微耗一下脉搏 就发现张景的情况 比张德勋的要糟糕 心理衰竭非常明显 随时都会是颤 需要马上做手术抢救 她让人将张景 推向手术区 同时对赶来的张俊 和张华恩 道 你们两个来得正好 伯父的心衰很严重 需要做一台手术 你们签字 张俊道 除了手术 没别的办法了吗 张哥 手术是有风险 可不手术 也不行 伯父心关 血管有问题 你们再晚送来几分钟 就会有失颤 到时候 手术都来不及了 方浩忽然意识到 莫非张俊不信任他了 这种念头一闪而过 他就没放在心上 转而看向胡修 胡修也帮着方浩说话 道 张先生的心脏数据是很不好 而心力衰竭到这个程度 理论上是会出现失颤的 张华恩道 要不先开个会诊 也等检查报告出来 再做决定 行吧 你们是家属 我们尊重 你们的意见 方浩本想据理力争 可见张俊 内腹犹豫的模样 他就放弃医院执掌的紧急特权 采用尊重家属选择的原则 全院在班的科室副主任级别 级以上的大夫 都集中到会诊室 等待检查报告的结果 方浩刚坐下 就接到前方医生说 张景出现了失颤 他就让他们先电机除颤 然后再带着胡修等 三两个医生过去 方院长 你看我傅佑那边还有事 我能先回去吗 胡修低声的对方浩请示 张哥那边让你回去的话 那你就回去呗 方浩推了个太极 他现在有点异性阑珊 他和张景并不对付 甚至撕破过脸皮 他现在只是出乎医生的职责 而抢救张景 呼的想到什么 方浩在低声问道 张家那边还请了外援吗 是的 刚才把张景的CT等资料 传到了四九城 那里有强大的医生团队 在会诊 我估计今晚之前 都不可能有回信的 手术也做不成了 那为什么不直接送去首都呢 入京也要做手术 而目前在国内 外科最好的医生 不就是你了 到时候再请你入京主刀 你会去吗 我这边走不开 方浩了然 道 那我只能先帮他稳住 等他们家属的信息了 来到病房 医生已经除颤成功 张景则昏睡过去 方浩意外的发现 张景的数据 比入院前更好一些 他看了治疗记录 发现没有用过任何药物 但这肯定是有用药的 不然 不可能出现这个正向的效果 方浩就看向另外一个人 那人是张景的私人医生 中等年纪 比较瘦削 他让对方借一步说话 你给张老用了什么药 这方院长 具体是什么 我也不清楚 这是张老的人送来的 我接到电话吩咐 让我在张老出现试颤 并且除颤后 就打一针 我只是一个操作的 原来是这样 那张老应该没事了 方浩再回会诊室 他提出几个方案 张骏都没有直接拍板 似乎在等着谁的决定 他就更加索然 当另外的手术 准备好了 他就先去忙他的事了 忙完手术出来 方浩听到医生汇报 张景竟然好转了不少 已经能说话了 他抱着怀疑的态度 还是过去看看发生了什么 在病房中 张景正在跟张俊和张华恩 谈着什么 护士和医生都不能靠近 方浩干咳一下 然后推门进去 伯父 你醒来了 现在感觉如何 张景就哀悠痛苦地 吟了两声 展开胸口的衣服 让方浩看他被电击的地方 他道 你下手够狠的 把我电惨了 现在我心口还痛呢 紧急抢救 救命要紧 顾不得体面了 多有得罪 伯父请多多包涵 方浩没有推卸责任 那个一线的医生 是他提拔上来的人 如果张景追究起来 说不定会让他开除那个医生 他道 伯父 你可吓坏我和张哥了 你这真是病来如山倒啊 这里没有外人 你能否跟我说一下 你是怎么就中招了 是谁要害你吗 张景沉默 张俊道 我爸是被人阴了 现在正在调查 谁是凶手 很快就会有消息的 这是教授做的 你们敢去对付教授吗 我倒是很期待 方浩宁月 相信丁玉的话 就是教授做的 教授先教张德勋做人 完全不把张家放在眼里 现在又教张景做人 真是嚣张啊 他道 追查凶手方面 我不擅长 我只会看病 伯父 你这个情况 需要转到首都去吗 张玲女士 他们主导的医疗团队 应该比我省人医药 更有把握 让你康复 晚上转走 还是明天转走 我们再考虑一下 你刚做了手术 应该也累了 先下班休息吧 张景并不想和方浩多聊 他给张骏使一个眼色 示意张骏带方浩离开 张景没否认张灵 方浩心里有了一些猜测 走出病房 进入电梯 来到主楼办公室 张骏就道 老弟 你再给我透个底 我爸的情况怎么样 目前来看 非常不错 你们张家之中 真是藏龙卧虎 能认背出啊 你联系过给伯父用药的医生吗 方浩提出一问 刚才张景没有否认张灵的存在 那就表示 他们有所接触 张景一直惦记着方浩的抗衰老方案 恐怕也跟张灵等人的要求有关 张骏道 我并不知道 我爸最近在和什么人联系 毕竟我现在自身难保 已经淡出张家的核心事物了 我们家里 因为德勋老爷子的回归 已经变得和此前不一样了 这种说不上 有什么地方不一样 反正我觉得 是家族实力大大增强 又很陌生 方浩 听歌的一句话 拿出你的诚意 跟我们合作 你在江东市 才会更加如鱼得水 又是盯着我的抗衰老方案 方浩道 张哥 我也想跟你们张家合作 我也想抱上你们的大腿 可我目前没有研究成功 我拿不出手啊 说句实在话 伯父和张德勋老先生 张口闭口 就说 让我连同省人医 作为投名状 效忠你们张家 这让我很困惑 张哥 我就是一个 普普通通的医生 我只想着 照顾好老婆孩子 家里有个热炕头 就足够幸福了 不想也不敢 跟你们这种大家族 有过多牵扯 我明白 我也多次跟我爸说 希望他不要太过为难你 让你好好做医生 奈何不知道 谁给我爸禁言 说你的研究课题 具有极大的价值 不能旁落外人之手 他就想让你责磨而期 责磨而期 说得好听 真到你们张家了 你们带我 还不是如同张师师说的那样 让我为奴为利 我不求大富大贵 我何须催眉折腰 是全贵呢 方浩道 说到这事 我倒是听说 你们张家的张灵女士 她主导研究的抗衰老 已经走在了时代的浅沿 这是我都没怎么听说 你是怎么知道的 张灵和我也算有些许的关系 她是我前老张人苏伯源的高堂 我和前妻苏柔结婚也有四年 可我对苏家的事之之甚少 这个张灵女士 倒是最近才知晓的 我前岳母 在找张灵女士 想须须旧 张哥 你若是方便 可以给我透露一点 或者安排一下 原来如此 这个我不敢跟你打保票 但若是机会合适 我会给你们安排的 方浩 你也好好考虑一下 哥不会害你的 你跟我们张家合作 真的会很不错 方浩没有答应 但也没有否定 唯唯诺诺 寒暄几句 她接到李军女友的电话 说有事跟她商量 她就先和张俊作别 收拾一下 随即下班 在停车场 李军女友接上方浩 带她去看守所 因为里面有人要见她 方浩看了卷宗 发现是张诗诗又和人发生了摩擦 和某个少傅当街 撕打在一起 就被抓了进来 打架的理由 几乎和上次差不多一模一样 秦舒贤的小手段倒是不少啊 李军女友道 这个女人和你是什么关系 她进来后 说你不来见她 她就寻死觅活的 我们那些同志没办法 只能来找你 你早说呀 那就更加不能去见她了 不然她以后随便要挟一下 我也得来见她吗 那我不得累死呀 这样吧 你回去跟她说 我建议她去做一次司法的精神病鉴定 精神不正常的话 可以送去寺院 方浩就不想去见张诗诗 那个女人不知道教授的存在 却在她面前上蹿下跳 不知这是她的本意 还是教授的授意 那好 就这样回复她 其实我们也不想惯着她 哦对了 你医院来了这么有头有脸的人物 你压力是不是很大 牢里让你有空过来喝顿酒 放松放松 她也不能这么快就喝酒啊 不想早点好转吗 我医院的是 到了医院 只有医生和病人 健康和疾病之间的关系 外面在有头有脸 在疾病面前 都是平等的 富贵在医院外 生死在医院内 是这个道理 但事实上 有钱人能消费起昂贵的进口药 在同等情况下 会更好地痊愈 算了 不谈这个了 在前面的路口换车 我回家了 我送你回去吧 方浩没反对 走一段距离 见她要拐到新房的方向 她就更正一下 是要去你前岳母的家里吗 是的 孩子都在那边呢 那你现在的未婚妻呢 也在那边 甚至我的新岳母也在 或 你厉害 两个岳母都能如此融洽的相处 李军女友给方浩竖起一个大拇指 不得不赞 我前岳母的身体不是很好 我过去需要给她调理一下 方浩这样说了一个理由 她要安排周芬和苏柔先见面素中长 好让周芬有个接受的过程 那真是辛苦你了 李军女友觉得方浩是一个非常有爱的男人 如果他没遇到李军的话 先遇到方浩 他一定追求他 到小区门口 又下起了雨 李军女友将车速放满 送方浩到别墅门口 他道 你等会儿 我给你撑伞 这才挤不路 你回去的时候 别开那么快 小心驾驶 方浩唠叨一句 开门下去 快步跨过小院 就到了里屋台阶 开门 见到孩子扑过来 而郭兰也来接一下公文包 回家后安全放松的感觉 铺天盖地而来 在医院 太多的尔虞我诈 人心险恶 而在家里 则无需防备 因为郭仲廷回去了 所以秦淑贤也回来了江东市 他和周芬的感情也在增进 很自然地过来做客 方浩过去 寒暄几句 也就开饭 饭后 秦淑贤见女儿 要先带孩子回去 她有点奇怪 可没多想 她和方浩单独聊 直接到 那个叫张诗诗的女人 我又教她做人了 你可别觉得 我是在以大欺小 我这是要让人知道 我们也是不容挑衅的 找机会和解吧 张诗诗背后的人比你老辣 你们一来二往 把事搞大了 恐怕不是你能控制的 他背后是谁 江东市这段时间 经常有人 突然加速衰老 就是张诗诗身后那位做的 按照你的圈子理论 江东市算人家的老巢 人家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那个所谓的教授吗 没错 掌握着不亚于我的医术 不局极深 增加都是他的傀儡 还有长生天疗养院 也是他在背后推波助澜 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存在 不知道的人 以为江东市 是张家和增家他们的天下 可实际上 这两大家族 都不过是教授的手中的棋子而已 有这么厉害吗 秦淑贤收敛一下脸色 转头看一眼楼上 聂小红坐在轮椅上 正看着他呢 老太婆那犀利的眼神 让秦淑贤很不舒服 他道 那我回头找人跟那丫头谈一下 只要他不惦记你 我就不管他了 你这边的关系 还没那么硬 小心被人当作提线木偶 还有 阴张失失的时候 你也要小心一点 尤其是别最假 方浩叮嘱一下秦淑贤 将他送出去 他回来 见念小红在招手 他就上去 将对方推向秦氏 念小红 让方浩再谈一次Windy Hill 他喜欢回到过去的感觉 等方浩谈完 他就道 方浩 我这个老太婆 说句不好听的话 你找的姑娘很不错 当得起郭家的大家闺秀 但郭家的大少奶奶 有点不正经 方浩微微一愣 道 我这个新月母啊 她跟很多时髦女人在一起 也会变得时髦的 郭家家闺也森严 上面有个老家长盯着 她不敢造词的 老太婆不会看错的 她现在没问题 不代表 她以后就没问题 哦 老太婆 可不是在你们之间挑刺 是希望你也多加注意 别被坏人拖下水了 我明白 现在天凉了 你早点休息 方浩安抚一下 念小红 见她要弹琴 她也没拦着 等会儿就有护工 过来照顾 小舅妈过来 让方浩去书房 周芬有请 方浩过去 见到周芬 再做项目 遇到难题了 让她来处理 她看了一下 发现还是弹道数据的数学模型的建立问题 而周芬只是算了个开头 她道 妈 你这是专门给我找的项目 今晚有点晚了 要不明后天再做吧 也行 下周一之前 做出来就好 方浩 你年轻 有这么好的大脑 就该用在正途上 在医学领域 你也几乎走到了最前列 无需再花更加多的精力 就算还有疑难杂症 可那毕竟是少数人 而转行过来 做国家科研 你帮助的人将会更多 在给人就业的机会面前 比给人看病 更加有意义 周芬没解释什么 毕竟应用数学也很重要 她无力再做有用的推广 希望方浩能接手过去 在这方面获得突破的话 将会让很多学科跟着受益 目前 我还是比较喜欢做医生 也许等我哪天被人赶出省人医了 或者我没脸再待在那里了 我就跟你做数学 方浩知道 苏柔的事 或者她和苏柔一起做的事 亦或者是她自己做的那些事 一旦被曝光 她会社会死 也就没脸待在省人医了 我就是这么一说 没要求 你马上放弃你的事业 好了 你先看一下 我跟你未婚妻谈过了 今晚会让你在这里多待一阵 说不定还要让你在这里过夜 她很支持你的工作 周芬嘴角微微一扯 她说 刘方浩下来 研究一些高科技数学模型 郭兰就马上同意了 在大是大非面前 郭兰非常清楚 方浩见周芬离开 她就先看一下项目 没多久 郭兰发来安全到家的信息 她也看到了孩子 在玩具房里玩 她就放下心 她说晚点回去 不会超过12点的 她这边坐不完 就将项目带回大平层 明天早起加班加点功课 郭兰也支持 她还提醒 让她可以去看看苏柔 但别在那里待太久 她言外之意 就是你去看苏柔可以 最好别跟她发生关系 方浩有点无奈 和郭兰结束聊天 她就做项目 大概一两个小时后 方浩的手机突然响起 竟然是苏柔打来的 她意识到什么 接听 内容却让她头皮发麻 老公 快来救命 我妈晕倒了 方浩有着怀疑 可以快速来到周芬的卧室门口 敲门 发现开门的是苏柔 老公 你快来看看 我妈怎么了 苏柔慌张的脸色煞白 说话语气非常急促 方浩来不及 问她怎么出现在这里 放眼看去 周芬直挺挺的躺在床上 那姿势非常不对劲 她过去叹了鼻息 呼吸没有了 但是上有一缕 极为微弱的脉搏 她的心跳停止了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就刚才 她一这样 我觉得不对劲 就马上给你打电话了 老公 求你救救我妈 苏柔听到母亲 心跳没有了 她的眼泪如同涌泉般 速速地掉落下来 可能是心脏被刺激到 心脏病复发了 我们来复苏试试 方浩一算时间 可能就在这一分钟之内的事 还没有错过最佳抢救时机 但这时候不能指望送去医院 得第一时间拾救 你来做人工呼吸 我来按压 方浩快速进入人工起搏程序 让苏柔也来帮忙 苏柔上来 参与施救了好一会儿 发现母亲还没有醒来 她忒然地跪在边上 哭着道 妈 对不起 我不是想下你的 我只是太想你了 现在还没到哭的时候 方浩发现 苏柔指望不上 她竟然已经放弃了 她就推开她 她加快起搏的程序 周教授 你给我醒来 我都接手你的项目了 你不醒来 我做出的项目交给谁 妈 你快给我醒醒 你女儿没死 你怎么能先走呢 方浩又全力抢救了一分钟 周芬喉咙 传来一阵呛气 她的心跳回来了 妈 你可算活过来了 吓死我了 苏柔哭着 过来拥抱着周芬 我 我这是在做梦吗 周芬语气微弱 她没来得及多说话 就被方浩一阵入脑 昏睡过去 苏柔 来不及相认了 我得将她送去医院 做一个检查 看看心梗的面积有多大 方浩打电话给医院 让那边做好接待工作 她就抱起周芬 叫上小舅妈 一起往医院赶 而苏柔 则还不适合露面 方浩 咕咕她怎么了 小舅妈开车 时不时看着后排的方浩 也担心被方浩抱着的周芬 心脏病复发 可能是打电话被刺激了 也可能是工作积劳成瘾 又发了这次的心梗 我已经将她就回来了 度过了最危险的时刻 为保险起见 去做个检查看看 方浩心疼周芬 也对苏柔的鲁莽行为 表示无语 她知道周芬因为失去爱女 已经变得很痛心 平时提及苏柔 她都会伤心 这次苏柔突然现身 说她没死 不吓到老人家才怪 不要说周芬 就算是别的正常人 看到一个已经举行了 葬礼的死人 突然出现 也会被吓到的呀 所以方浩的步骤 是先制造梦境一样的错觉 让周芬以为是做梦 慢慢灌输 苏柔活着是事实 然后再告知真活着 给周芬一个接受的过程 而非现在苏柔这种 直接粗暴的方式 最终事与愿违了吧 入院 检查 一番流程下来 方浩拿到了第一手数据 很积极乐观的数据 提着的心 也大大的放了下来 周家的人陆续赶来慰问 得知可以不用做手术 进行入院调养即可 他们才放心 方浩刚给周芬针酒完 出来就见到苏柔 伪装成护士又来了 她示意一下 让苏柔跟进临时办公室 放心吧 你妈没大碍了 有一些心梗的征兆 但可以不用做手术 现在她有点困乏 这些天睡眠都不够 还骤车劳顿 我让她先睡着 明天醒来 情况就会更加好转 到时候我再告诉她 关于你的存在 然后你们就能相见相认了 方浩不知道 怎么对待苏柔了 爱她吧 她又给你一点惊喜 让你措手不及 而骂她吧 她又装楚楚可怜 她继续道 你回去吧 留在这里也帮不上忙 回去之后 也可以想想 和你妈妈见面后 你们能谈些什么 我们的事 有多少是能让你妈妈知道的 你的那些破事 现在看来还远没结束呢 嗯 老公 我知道了 我听你的 我妈就交给你了 苏柔打开门 发现郭兰抱着手机在门边 她微微一愣 然后点点头 离开 郭兰看着苏柔远去的背影 进入办公室 看着方浩在研究CT照片 她就道 阿姨怎么样了 被苏柔刺激了 有点心梗 我已经就活过来了 不用做手术 住院休养就好 方浩没想到 苏柔前脚刚走 郭兰后脚就进来 可能郭兰刚才就在外面 她再道 刚才那个护士 就是苏柔 她的行为 让我都不知道 说她什么好了 你这段感情 也该告一个段落了 不然 你还会痛苦的 我去病房看看阿姨 哦还有 今晚你要留在这里守夜吗 郭兰脸色平静 她见方浩这么忙碌而心痛 也为方浩还要继续为苏柔善后 但苏柔还在一直惹事 她替方浩觉得不值 这种不满 她并没对方浩表现出来 既然男人已经够忙了 就没必要给她添乱 郭兰对苏柔的出现并不意外 难道她认出苏柔了吗 也是 郭兰可是受到过相关训练的 认人合计人的本领 也不会差 方浩道不需要 等用了药 情况稳定下来 我就可以回去了 方浩起身 和郭兰一起去病房 见到小家伙们 都在病床前 为周芬祈祷 她就很欣慰 不一会儿 方浩接到宁思亚的电话 竟然是询问周芬的情况 她问了才知道 原来是秦淑贤告知的 她很感谢宁思亚 让对方不要担心 接下来 苏柔电话也进来 询问情况 说明天要飞回来探望和照顾周芬 让方浩不要阻止 方浩权衡一下 也就同意了 又要完毕 方浩再检查一下周芬的情况 比进来的时候 好转得多 她叮嘱一下留守的周家亲戚 也让值班医生多加关注 她就带着郭兰和孩子回去 孩子们已经睡得很香甜 下车的时候 方浩一手抱着天天 一手抱着小虎 而郭兰则抱着方家家 稍微费了一点劲 才回到大平层的家中 郭兰打个喝歉 就进房 而秦淑贤 则把方浩拉到客厅 询问起具体的情况 方浩没说真相 随口解释一下 也就回房洗漱 她再回到床上 见郭兰背着她装睡 她就轻声靠过来 将手从郭兰的枕边穿过 让她枕在手上 另外一只手 则抚摸她 风乱叠杖的身躯 郭兰吃不住痒痒 抓住她的手 道 你不累吗 还行 方浩见郭兰说话 她放心不少 小方浩也很争气 找到了泽国的入口 缓缓进去 她道 我妈周芬这一次 是苏柔突然现身相认造成的 这次之后 他们会过他们的生活 专心点 什么都别说 郭兰让方浩搂着她 然后享受着那美妙的运动 早上 郭兰醒来 发现方浩已经不在床上了 她来到书房 看到方浩正在快速的验算着什么 在电脑上的动图上 出现一条一条 诡异的抛物线 让她觉得有点眼熟 又很高大上的感觉 她看了一会儿 也就明白 这是一个弹道的数学模型 她心存 她又涉足进来了 她就到一边 将地上的稿纸捡起来 上面都是高深的算法 她根本看不懂 她也更加坚定 这么优秀的男人 她不可能再让回给苏柔的 方浩看一眼郭兰 道 稍微等一下 我做好这个收尾工作 我这项目就做好了 大概半个小时后 她关掉那个数学模型 道 这个很稳定啊 等到你们专业人员操作 应该会做得更加实用 郭兰道 这种 你跟我说不好吧 我看到就算了 反正也看不懂 但你解释的话 会不会牵涉到保密协议呢 不存在 我这是数学范畴 和项目本身的应用 没有关系 等会儿我去一趟数学组 把这个上交就好 这种事 你常做吗 那倒没有 是我妈 周教授 他这段时间一直想要 我跟他研究数学 你知道 纯理论性的东西 若是没有应用开来 看不到效益 那就没人搞了 而参考我们的国情 和科技应用挂钩的研究 更加容易立项 和申请到大额经费 可我看你这个计算过程 恐怕也是建立在 先进理论基础上的 你比我想象的 要厉害的多 哦糟糕了 你说我肚子里 是两个男孩 一个女孩 都说男孩的聪明 遗传妈妈 而女孩的聪明 遗传爸爸 他们要是三个女儿 都随你这么聪明 那该多好 而我笨笨的 儿子也会很笨吧 那不一定的 我们做好父母的本分 大概会决定 孩子们的下线 但他们能取得 什么样的上线成绩 还是看他们后天的 努力程度的 方浩抹摸一下 郭兰的运度 道 再说 孩子妈妈 也很聪明的 他知道 郭兰马上要进入办公厅了 没有点智慧 也是做不到的 有人说过 国内最聪明的一群人 就是组织体制内的 那群公务员 越是顶层的 越是人静 你别赞我了 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好了 我们就不要商业互吹了 白天 我在家照顾孩子 你不用担心 好好处理周教授 和苏柔的关系 既然苏柔待不住 就让他出来吧 他那些事 你逃不掉 那就干脆选择面对 老三老四 转移到我们家里 我们一起照顾就好 郭兰吻一下方浩 然后去进行适度的锻炼 热热身 方浩做好收尾工作 将肺稿粉碎 这都是保密协议要求的 他接着去做点早餐 为了补充体力 他还搞了一块 几乎全生牛肉 快速吃完 和孩子吻别 也就去医院 他直接去住院部 让周家亲戚先回去休息 他单独照顾周芬 病房中只有两人 他唤醒周芬 从后者茫然的眼神中 他看得出他可能还不清楚 是不是还活着 他就道 妈 你怎么这样看我 我们都还活着呢 还活着吗 可我看到了小柔 难道是我眼花了吗 周芬举起手摸了摸太阳穴 他觉得头痛欲裂 但是心脑监护一气上看 他的数据是很正常的 妈 你没眼花 你的确见到了小柔 他还活着 这件事上 我瞒着你了 我对不住你 这段时间 我一直照顾着小柔 帮助他做完了小月 本来我想慢慢给你提示的 可他控制不住 直接去见你 这才吓倒你了 方浩只能承认 如果周芬叫真 把他周家的人都叫进来 寻找苏柔 那情势就更加不好掌控了 小柔 他 他怎么可能没死 他不是 你都瞒着我做了什么 周芬震惊不已 没想到方浩瞒着他 做了这么大的一个局 将他女儿藏了起来 而他也实在想不明白 方浩是如何做到的 这个事 得从几年前的 城南公园说起 方浩还是没有透露 苏柔和曾灵天的关系 不然会让周芬直接过去 他就是大罗神仙 都就不活 城南公园 小柔牵涉这么深吗 周芬相信 方浩现在不会继续隐瞒他 可对女儿在城南公园 项目上的参与程度 他也表示怀疑 从方浩的直言片语中 他感觉女儿有很多是瞒着他 女儿有他不认识的陌生一面 方浩道 不一定是小柔牵涉有多深 而是防人之心不可无 工作组进来 针对的是曾家 重点调查 城南公园 小柔那时候 是你们周苏征的三家代言人 我觉得他会首当其冲 所以我私心作祟 决定保他 事后证明 如果小柔不暂时退出舞台 那他就要背锅 曾凌峰也就不会被逼出来 方浩妈还是有点懵 总觉得这里还有问题 你详细跟我说说 你和小柔是基于什么 做出这个计划 又是如何实施的 这些细节的成分 等以后小柔跟你细说吧 现在我要做的 就是让你尽快康复 哎 曾凌天还没正式被审判 城南公园的事 还没盖棺定论 小柔还不能露面 这点 你得为我们保密 一开始小柔 住在恒大小区 郭新睿楼下的那一层 在宁斯亚生日前夕 我将他转移到了 你别墅的旁边 我事前买下了那套房子 这段时间 只要你在家 小柔远远的 就能看到你 甚至他有空 也会到你的别墅里去 他一直都在你身边 这 你们 哎 你们可真够可以的 将我骗得团团转 周芬嘴角冷抽一下 举手抚摸一下方浩的脸 轻轻拍了一下 想用力 但又舍不得 到你们一个个的 真不省心 反正事情就这样 只能一不一趋了 你别声张 除了我们知道 你别告诉苏教授 和大舅他们 给我和小柔一点时间 我们会处理好的 方浩看看心电数据 到你稳定之后 我会给你安排 和小柔见面的 不过也难说 他会突然过来看你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这世界没有鬼 你别自己瞎自己 臭农村老 你笑话我 周芬白一眼方浩 想起什么 又问 这就是你不给小柔死亡 消互的原因 是的 一切都是有缘由的 现在你我皆知 但不能公开讨论 哦对了 你昨晚的项目 我已经做好了 等会你同事过来 我就交给他们 好 交给老鹏吧 哎 你告诉我这么个事 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你说 小柔 周芬见方浩 做一个晋升的手势 他就只好将花头 憋了回去 感觉到心口有点痛 他问方浩 我需要做手术吗 如果需要手术的话 我得跟你交代一些事 我没信心 从手术台上下来 不需要 只要配合 我的治疗 你这样卧床 疗养几天 就可以出院了 对了 苏教授也会回来 他很担心你 只是 我怀疑 他的担心 另有目的 可能是盯着你的钱而来 这方面 只要你不松口 他就得不到 对吧 我和他离婚了 财产已经分割清楚 他还想怎么样 再说 小柔不还在吗 小柔知道我和老苏离婚的事吗 当然知道 我让他看了离婚协议 他对苏教授有私生子 也是很不满的 他也同意了 所以我才那么坚定地要求你 和苏教授赶紧断掉 方浩说到这点 脑子中忽然灵光乍现 他觉得苏柔会拿这个事做点文章 获取他的最大利益 希望他会先跟我坦白 而不是背地里去干了 然后东窗事发 惹事了又来先斩后奏的戏码 方浩又道 希望这次你婆婆也会回来 哦妈 要不要我们演一出戏 给苏教授看 看看他是不是真心地来看你 同时也看看他舍不舍得 让你知道张灵的事 周分有点头大 发现方浩越来越会玩了 他的聪明材质用在阴人上面 不是什么好事 可他还是道 你又想做什么 想了想 干脆告诉周分更多 方浩就凑过去 在他耳边细语 当妈 你现在是百亿身家的超级女富婆 若是让苏柏源知道你的身家 他口水都会流下来的 你就是拿着一条皮边抽他 他都会乖乖地跪着 撅起屁股让你打的 我们可以让他知道你这笔钱的存在 让他看到希望 但又不能让他得到 然后他就被你钻在手里了 周分吃惊 道 我怎么会有百亿身家 方浩摸了摸后脑 善然道 这是我给你争取的 其实 这都是小柔的 他此前做了一些事 藏匿了一些资产 而苏教授一直盯着这笔钱 一直追查着 我为了掩人耳目 就利用你的身份 注册了公司 将这些资产都放了 在你的名下 本来是等小柔付出之后 给他的 为什么要给小柔 而你自己不收下呢 这么多钱 你就不心动吗 钱对我来说 意义不大 特别是我现在又不缺钱 以后我会和郭兰在一起 有太多财富 也不见得是好事 这笔钱 我留给小柔 他可以用来防身 安身立命 也可施展他的报复 妈 我能为你们做的事 也就这么多了 臭农村老 你还向我说你什么 周分握着方浩的手 盯着他 然后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周家的亲戚陆续过来探望 都很关心周分 他们得知不用做手术 只是调养 就争着要留下照顾 和睦团结得很 因为小舅妈上次 主动留下照顾方浩 被周分和方浩看肿 周遭生活 得到妥善安排 总之 已经算熬出头 鸡犬升天了 数学组的领导和教授 也到来慰问探望 他们拿到了最新的数学项目成果 则更加高兴 也羡慕周分 有个好女婿 作为帮手 方浩去查房 同时也有手术的安排 他一下子就忙到了12点 他回到办公室 就发现有几个食盒 是秦淑贤 让人在酒店打包 让小舅妈送来给方浩的午餐 食盒里面 竟然有三文鱼刺身等 还有鱼子酱 非常丰盛 他一个人无法吃完 就让秘书和李小夕一起过来 不多会儿 一个护士敲门进来 有事找方浩 这让方浩有点吃惊 因为那正是苏柔 他怎么又来了 他把这里当成自己家了吗 方浩说知道了 一会儿就过去 等秘书也出去 李小夕就对方浩道 刚才那个护士是新来的吗 我看他很像一个人 像谁 方浩有点吃惊 说出来你别扫兴 是你前妻苏柔 我知道他去世了 可刚才我的直觉很奇怪 我竟然想到了他 唉 你别说 只是一个感觉 我还见过和我前妻 几乎是多胞胎出来的人呢 周佳佳嘛 他是一个 还有另外一个 我前妻有张大众脸 哈哈 我倒是也想拥有他那样的大众脸 没有比他的脸更完美的了 哦方浩 我不该提这个 让你不高兴了 周末我请你去泡牛奶温泉 全当道歉 李小夕赶紧提出邀请 他憧憬着和方浩一起风花雪月 定然妙不可言 方浩拒绝 然后让李小夕收拾适合 他就去研究中心 他才想起 周佳佳和丁玉的 鉴定素材电容实验结果 也该出来了 苏柔快速跟进来电梯 只有他们两人 他直接道 老公 我想见我妈 跟他好好聊聊 可以 我给你安排 你这个身份 从今以后 不能再出现在医院了 刚才李小夕都怀疑 是你了 方浩刷卡 锁住电梯 不让人中途上来 他再对苏柔道 我跟你妈妈谈了一些 他大体上 已经接纳了你的存在 剩下的 就看你怎么跟他聊了 苏柔感激道 谢谢老公 啊对了 你爸也快要到了 到时候 你见他吗 不见 苏柔斩钉截铁的否定 再方浩听来 他是在抱怨苏柏远 有私生子的事 然后为了私生子的利益 不惜坚持 让他注销死亡户籍 把他的钱财 都留给私生子 这样的父亲 他不会喜欢 方浩则若有所思 想着苏家的事 他还是少掺和 他让苏柔到一个检测中心等着 他回去带周芬过来 他刷卡 进入研究中心 拿到了他想要的数据 一看 丁玉和周佳佳 是有着血缘关系的亲姊妹 但他拿来和苏柔做的对比实验 结果显示 就不是姊妹关系了 至于丁朝阳的素材 还没有搞到 方浩就无法确定 丁玉周佳佳这对姊妹 是不是丁朝阳的女儿 他记住这个结果 在去病房中将周芬转移过来 来到了检测中心 妈 苏柔等方浩关门 只有他们三个人了 他就直接上前 跪在母亲的轮椅边 眼泪都要流成溪流了 小柔 真的是你 周芬伸手 抚摸着苏柔的脸蛋 温润富有弹性 是他的女儿无疑 他很疼惜 可是下一秒 他却直接给了苏柔一个耳光 他还斥责着女儿 道 看你做的好事 方浩有点吃惊 想要阻止 被苏柔抬手喊停 只见苏柔将另外一边脸也送上去 他道 妈 我不该让你担心 我错了 该被你惩罚 啪 周芬真的再打一巴掌 这次换了另外一边脸 方浩健苏柔在吞咽着 估计被打破了牙龈 被打出血了 他竟然有点心疼 他就道 妈 你不能太激动 不然 我可不敢说 有百分百的把握 再就你一次 你别为他说话 他自以为是 不学好 现在惹出这么大的事 给你带来了多大的麻烦 他就是死了 也不足以报答你 妈 我原谅他了 现在不是翻旧账的时候 等出院后 你们母女再慢慢扯皮吧 给你们五分钟的时间 方浩如辞刀 出门一趟 站在外面 不一会儿 他听到苏柔的哭声 然后周芬也哭了 很显然 两人应该是抱头痛哭 三四分钟后 周芬询问苏柔这个月子 做得怎么样 得到满意的答复后 就让苏柔回去待着 不要乱走 不要来医院了 毕竟熟人多 认出来会有麻烦 他也叮嘱苏柔老实点 不要给方浩惹麻烦 苏柔则说 一会儿回去 就在家里待着 不会再出门了 方浩见周家亲戚寻来 他就进去 把周芬推出来 送去病房 而几分钟后 又接到苏柔的信息 他已经离开医院 再回去的路上 下午苏柔原到来 他去看望周芬 然后过来找方浩 直接问 你妈妈 周周 他真的不需要做手术吗 他的身体虚弱 承受不起第二台手术了 下不来手术台的风险 在50% 危险悉数太大 我不会冒险的 现在这种方案 疗养几天就可以出院 然后在家休养即可 哦对了 你都和他离婚了 就算你想同意手术 你来签字 也是无效的 方浩忙着手头上张景的病例 不再跟苏柏原扯皮 顺势再道 你的老表张景住院了 他的情况很严重 和你此前的遭遇差不多 被人下了治老毒计 不过 他有张家杰出的医生 包括你妈妈张灵女士 这些医生 在为张景出谋划策 你不如就周教授的病情 咨询一下张家的那些医生 尤其是你妈妈 苏柏原马上问 你这话有几个目的 我自然是希望周教授 能好转起来 毕竟 他现在身家不菲 方浩前倾一下身子 凑近苏柏原道 你知道吗 我妈告诉我 她有百亿的身家 她任我做儿子 就是希望我能继承 这巨额的财富 但是你知道 我的处境很微妙 国家对我磨刀磨磨 恨不得把我吃干抹尽 我不能付了郭兰 只能和国家耗着 所以 我妈这笔钱 还不能落到我头上 我妈必须得长命百岁 你胡说什么呢 苏柏原嘴上 在斥责方浩 但她眼神有些许变化 以及语气的改变 都出卖了她的内心活动 她变得不淡定了 心动了吧 果然利益 才是最永恒的诱饵 方浩诱导 苏教授 你我也算翁绪四年 你什么时候见过我 说过没把握的话 妈本来是看不起我的 虽然没你那么 冷眼相对 可她也谈不上 对我多好 但是 最近为何突然 离不开我了呢 就是因为 她想把钱给我 苏柔一死 再和你离婚 就只剩下 她这个孤零零的 老太婆了 一个人 最悲哀的 莫过于后继无人 你不惜瞒着这么多人 也要培养你的私生子 不就是希望 有个摔灰盘 捧骨盒的人吗 苏柏源道 周周有这么多钱 和你无关 你有什么资格继承 你说的半对半错 这是一笔横财 是无妄之灾 我得小心谨慎 不然 我真要遭受横祸的 可我无法拒绝 她会硬塞给我的 你劝不了我妈 也许你让张玲女士 回来劝说一下 才能说服她老人家 哦还有 你也别让大舅 她们知道 不然 你就别想复婚的事了 更别想得到 我妈的半分钱 原来你说了这么多 就是想要我妈回来呀 你就这么想见她吗 你到底是 被谁知识的 就我一个人想见她 没幕后黑手 你随便怎么想都行 反正我现在 也就是事多 有曾家的 张家的 我还离不开省人医 否则 等我空闲下来 我一狠心 继承了我妈的财富 到时候 我摆医生家 还有国家 你苏教授 就算再不愤 还能咬我不成 方浩适可而止 恰好手外有电话进来 是一个快要做手术的医生 向方浩咨询手术方案 他就挥手 让苏博元离开 跟那个医生 交代一下手术的关键点 手外的手术 方浩可以选择 任何一台 但他分身乏术 有些手术需要分出去 而实际上 他只是 接一些难度大的 还有无法推脱的关系手术 这也够他忙的了 刚挂断电话 秘书敲门 将周嘉嘉领了进来 你来得正好 我正要去找你呢 方浩让秘书先出去 让周嘉嘉坐下 同时也看一下 现人的信息 发现丁宇 也在过来的路上 我来看望你 前岳母周分的 顺便就来你这里坐坐了 你有什么事要找我呢 周嘉嘉有点意外 特别是方浩亲自给他倒水 这说明 方浩有话 要跟他说 或者有事要求他 你先坐会儿 等一下 我再跟你说 别慌 我不害你 我是要送你一场富贵的 我先忙一会儿 方浩和黄一刀 进行远程交流 和对方提出的一个病例方案 进行意见交换 周嘉嘉没有着急 因为他没有工作 随时都能得到饭票 得过且过又半日 时间过去了 大概二十分钟 秘书在敲门 把丁宇领了进来 方浩挂掉 和黄一刀的交流 让丁宇上前坐下 他看看周嘉嘉 道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我知道你们是什么关系了 嘉嘉 我说送你一场富贵 就是你身边这位 她是你的姐姐 你们不是双胞胎 但遗传关系显示 你们是亲姊妹 你说什么 丁宇直接站了起来 见方浩帝来一份鉴定书 他才想起 上次方浩扎他手指头取写 就是为了这么个目的 鉴定书的结论 他和周嘉嘉还真是姊妹 他感觉底细就这样被方浩翻了出来 都没有秘密了 方浩的操作 快得让他猝不及防 他看向方浩 就多了一份鸡蛋 周嘉嘉也吃惊得很 他对鉴定书不专业 也就看向丁宇 方浩就道 周嘉嘉 你这个姐姐住在天之丰 相当有钱 我说的富贵 就是她了 周嘉嘉看向丁宇 发现对方虽然戴着口罩 但对方的额头 眉毛 眼睛都和他的很像 让他开始相信方浩的话了 而他非常清楚天之丰的住户 都是非常有钱的 如果他真的有个这么有钱的姐姐 那父母肯定更加有钱 他似乎看到了自己丑小鸭摇身一变 成为了高高在上的白天鹅 拉倒吧 我和你没亲缘关系 丁宇呵斥周嘉嘉 然后指示方浩 道 你没经过我的同意 你就做这种鉴定 我可以告你 那我愿意赔礼道歉 方浩善笑 他根本不怕对方告 因为他没有将这种报告用于不可告人的目的 再者 出了这个办公室 他就不会承认这份报告是他做的了 鉴定出丁宇和周嘉嘉的关系 并不是最终目的 下一步 还要搞清楚丁朝阳和这两女的关系 最终找出教授 你 你真无耻 丁宇觉得好像自己的一拳打过去 对方就变成了一团棉花 他无处着力 伤害不到对方 方浩这么一搞 让他不知道怎么应对了 他就问 你想要做什么 你知道的 告诉我老太婆在什么地方 方浩看向周嘉嘉 道 我给了你这一场富贵 你应该会给我一些回报的吧 给我找到教授这个老太婆 不要答应他 丁宇警告的看向周嘉嘉 当然 我才不会听这个臭男人的话 姐 我只听你的 周嘉嘉赶紧讨好丁宇 但趁着丁宇不注意 他就给方浩使了一个俏皮的眼色 丁宇用手指指方浩 警告一下 就带着周嘉嘉离开 以后不准离开我的视线 更不准私自来找这个男人 方浩在办公室内 能听到丁宇在威逼恐吓周嘉嘉 十足的大姐大气派 他翻动病例 拿出了曾凌峰的 让他眼睛微眯起来 老太监 你该死了 方浩知道 现在苏柔的付出不可避免 那曾家兄弟就不能留在世界上了 比较曾凌天和曾凌峰的 虽然曾凌天被刺客扎了几刀 可并不是要害 一时半会儿真死不了 但曾凌峰不同 被方浩劫了支 现在还有尿毒症 反而随时都会挂掉 尿毒症引起的全身感染 并发症 当方浩有杀人心时 脑子里一瞬间就出现一组组杀人方案 吓得他都不敢过多联想 苏柔啊 你这一着急 真是打乱了我的节奏 一切计划都赶不上变化 只有随机应变了 方浩心叹连连 然后收起病历 看一下工作日程安排 下午院封建设的会议 交给另外的副院长 他就再去住院部 苏伯源在走廊遇到方浩 就将方浩拉到一边 他低声道 你劝劝周周 让他跟我回京疗养 我在那边 给他联系了最好的疗养院 最好的医护 他应该跟我走 周教授都见过苏柔了 他疼惜苏柔的紧 母女感情 再快速升温 他还会跟你去首都 你真是想得太美了 方浩面试着苏柔 道我也不建议他去首都 在江东市疗养就可以 你别想这些没用的花花肠子 拿出你的诚意 让张玲女士 这些老长辈出来 他们说话才有分量 方浩 那你告诉我 周周的财产 是从哪里来的 我哪知道 你调查调查 查不到 就猜一下吗 方浩没领会苏柏源 见到张俊 也就打个招呼 见对方的脸色不好 他也就不去逢迎了 他大概能知晓一些原因 是夏思迭同意张景 接受方浩的手术 治疗心理衰竭 因为他的手术成功了 现在康复得又快又好 但张景父子不同意 就和夏思迭有了分歧 从张俊走来的方向 是夏思迭的病房 方浩估计夏思迭 拿出老母亲的身份 训斥张俊了 大哥受气 自然不会给二弟好脸色 方浩进入张德勋的病房 让陪护掀出去 只有他们两人 张德勋有不好的预感 警惕地问 你想做什么 方浩凑近 低声道 通过这两天的研究 我在抗衰老上面 又有了一个不错的小进展 我想 你 你想拿我做临床试验 他妈的 你疯了吗 张德勋也是老狐狸 嫌能想不到方浩的意思 他伸手就要去按床铃 却被方浩拿开 你别激动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 这种治疗方案的实施 你的家人 盯得很紧 我能随便更改吗 更不能私自将你推去手术室 所以 你先听听呗 方浩脸色平静 继续道 我这个方案 是要做一台手术 新冠动脉严重堵塞 纯靠输液和用药 是难以逆转的 这个手术 我非常拿手 可以百分百给你保证 我若失败 我就脱下这身衣服 永远不做医生了 手术之后 就用我研究中心的药 三五天后 你的这些衰老都会停止 然后开始逆转 五脏六腑器官将会新生一般 到时候 你就白发转黑 脸上不再有皱纹 恢复年轻态 然后十八新娘 八十郎 鸳鸯被里成双叶 一直离花鸭海棠 张德勋眼睛中 金光一闪而过 道 你没骗我吧 治疗效果 肯定如我说的那样 我非常有信心 但信不信 在你 你信则有 不信则无 你好好考虑一下 考虑好了 给我信息 方浩整理一下 张德勋的被子 咦了咦 然后离开 幼儿已经抛出了 就看鱼儿会不会上钩 他就要走进张景的病房前 忽然接收到一条信息 是师娘发来的 让他去一趟二院 他师父在那里住院 治疗情况并不理想 师父在二院住院 出什么事了吗 怎么不告诉我呢 这狗屁的尊严 来到二院 方浩直接去住院部 在普通病房中 看到了躺在床上 休息的师父 徐友诚 师父的脑袋上 缠着绷带 手和脚也有不同程度的受伤 打着石膏 他不能下床 方浩 你怎么来了 徐友诚看到 方浩出现 他有点吃惊 非常意外 脸上 也有点不好意思 方浩看一眼 便看得出师父 是被人殴打导致的伤势 他心中 怒火生疼而起 他又见师父眼中 有着尊严 让他心头刺痛 师父回来 不跟自己联系 受伤也不找自己 甚至不去省人医住院 都是自尊心 在作祟 在省人医 师父喜欢的 吕静爱而不得 爱图方浩 也一飞冲天 直升院长 在外人看来 是他这个师父 打压了方浩四年 不然 方浩起飞得更快 徒弟比师父牛逼 让师父 没有脸面 再出现在省人医了 病房里 还有其他病人 方浩不好 多说什么 他道 师娘告诉我的 他担心你 让我来看看 他怎么就告诉你了呢 真是的 师父 我不知道还好 现在知道了 我得管管你 不然 我没法 向师娘交代 现在 你有两个选择 跟我回省人医 我对你全权负责 第二 找江院长 方浩听到 徐友诚叹息着 说出找老江 他心头不知道 是什么滋味 总之不好受 交好了徒弟 饿死了师父 接下来 就是转移到 单人病房 二院的领导 也过来慰问 期间 方浩不好露面 将院长等人离开后 他才显身 徐友诚无奈 也知道 隐瞒不了方浩 就告知了 弄成这样下场的原因 原来 他回来后 就发现女儿的不对劲 有早恋的嫌疑 但他询问无果 就假装离开江东市 再偷偷返回来 接着就跟踪到了 女儿和他男友在一起 他上去阻止 随后的一天晚上 他就被人堵住 打了一顿 他一个 只懂研究的医生 没什么反抗力 师父 你应该跟我说 这种事 我可以帮你摆平的 方浩没想到 玩小师妹的 那个男人这么横 又一次刺激到他了 他安慰一下 徐有成 离开后 就打电话给李军 向对方 要一下某个时间段 某个道路的监控 还有当地派出所的 立案卷宗 路上 他发现有人跟踪 似乎是丁玉的人 跟踪的人没有 对他采取行动 还采取了 接力跟踪的办法 让方浩也不好发作 当然 他的眼线 也在监控着丁玉 此刻丁玉和周家家 在天之风中 大平层 方浩见他置办的 接待老三老四的 配套设施已经到了 有一些婴儿用品 他都没想到 但秦淑贤都给购买了 你打算什么时候 把孩子接出来 郭兰等 方浩洗漱上床 他就询问一下 明天凌晨 苏柔他 已经和周教授相认了 那他肯定会经常出来的 他并不懂得照顾孩子 所以孩子给他是很危险的 郭兰点头 侧身看着方浩 道 苏柔会再婚吗 不适合你 不清楚 舍不得吗 唉 目前真的有点舍不得 兰 给我点时间 渣男 但这就是你 真实的你 方浩 苏柔几次说 让我放弃你 把你让回给他 我都拒绝了 你是我郭兰的男人 我绝不相让 而你 也别想着可以离开我 一样 你也是我方浩的女人 我也不会允许你离开我的 嗯 今晚就别做了 你也累了 就这样睡吧 郭兰枕在方浩的手臂上 让方浩搂着他 很快就入睡了 凌晨 方浩离开大平层 到了苏柔的房子 老公 你怎么来这么早 苏柔迷迷糊糊睁开眼 一看时间 才凌晨四点 方浩没回答 而是看一下 梳妆台和床边 有苏柔换下来的 一些道具和衣服 不用想 昨晚他又出去了 我来带老三老四出去 等不到他们足月了 就按照正常的早产孩子 来抚养吧 方浩看苏柔 那睡眼惺忪的模样 别有一番风情 他一时兴起 就压了上去 老公 慢点 有点干 苏柔没想到 方浩这么主动 又很粗鲁 就那样杀进来 他还并没有 做好接纳的准备 可年轻成熟的身体 还是面对心爱的男人 苏柔的欲望 很快就上来了 迎合着方浩 激进天明 方浩和苏柔 才明金收兵 他洗漱一下 就开始盲正事 随着娃娃的婴儿哭声 老三老四 就被方浩 从育儿乡里 拿了出来 看着方浩 满眼溺爱的 看着孩子 苏柔心想 我一定要给老公 再生一两胎 通常来说 剖腹生产的次数 在三胎左右 中间还需要 间隔一定的年限 只是 当他看到方浩 抱着孩子出去 他才想起 他刚才询问 能不能去看孩子 结果方浩 没答应呢 老公 他还是在怪我 方浩带着孩子 去了医院复科 给孩子做一个 全面的检查 哇 这就是你的 那两个儿子啊 真漂亮 真是和你一个 母子里刻出来的 罗雪娟等医生 纷纷赞叹 方浩的两个儿子 几乎是他们 从事复科工作 这么长时间以来 捡到过 最漂亮的双胞胎了 这就对了 有其父必有其子 嘿嘿 方浩给孩子 带上万代 上面有孩子的名字 老三 方平 老四 方安 老家父亲 娶的名字 普普通通 当出生正名 也打出来的时候 这两个小孩 在社会上 就有了至关重要的 一个证件 李小夕过来 仔细的 看了又看孩子 越发喜欢 她让医生 和护士先出去 就凑到方浩身边 低声道 方浩 我现在特别想给你 也生这样一对 漂亮的孩子 方浩不可思议的 看着李小夕 她也疯了吗 别这么看我 我对你的心意 你早就知道了 所以有给你 生孩子的想法 也很正常 这副科里的小年轻们 做梦都想给你 生孩子呢 李小夕严肃一点 再到 啥时候 摆三炒酒 我要给你送一个 大红包 算了 平平淡淡过日子 最好 不适宜铺张浪费 乡下的 爷爷奶奶会 办一下宴席 这里就不张扬了 方浩等孩子 检查完毕 就将他们带走 本来想要去 给周芬看看的 但周家亲戚不少 为了避免 不必要的麻烦 她就没过去 而是带着孩子回家 真是漂亮的孩子 秦淑贤 素来不喜欢孩子的 特别是婴儿 可见到方浩 这两个儿子 是那么的俊俏 他心里的一些 防备就崩塌了 他第一次 有想要孩子的冲动 只是有点梦幻 首先他不想 给郭仲廷生孩子 甚至和对方 接触的想法都没有 所以 怀孩子的可能性 基本处在零的水平 更有一点 又如何确保孩子 长得一定像他呢 否则 就是一个丑小孩 他还会喜欢吗 这是别人家的孩子 秦淑贤 无意中偏一眼方号 脑子中 有一个雷德塔里 叫外嫩的想法 除非生一个方浩的孩子 才会这么漂亮吧 可随之而来 则是瞬间 社会死的现实 郭兰也很欢喜 赞叹有其父 必有其子 这两个儿子 完全遗传了 方浩和苏柔的 漂亮基因 但越看孩子 他反而有些压力了 他没有苏柔那么漂亮 和方浩的孩子 会不会没这俩孩子 好看呢 但这种念头一闪而过 因为不管如何 他的孩子 不管没丑 他都会喜欢 方佳佳和方天天 这下也安静下来了 好奇而小心地看着弟弟 觉得这两个弟弟 就跟玩具娃娃一样可爱 他们多想出手 去抚摸一下弟弟的脸 但又被大人们制止 整个上午 方浩都在忙着 这两个孩子的事 最关键的是 解决孩子母乳的问题 苏柔本来是最合适的 但他的身体元气大伤 看着雪风高耸 但奇怪的 并没有止水 方浩就寻找了一个 合适的奶妈 并且让奶妈 也住进了这个小区 下午 医院来电话 有个突发的 加急疑难病人 需要方浩过来接诊 和主持这台开颅手术 方浩到医院之后 发现病人 是一个有关部门的人 因为执行公务 被爆炸的冲击波 先飞 头部撞到硬物 已经出现严重的脑出血 刻不容缓 需要马上开始手术 等他从手术区走出来 胡修等医生 已经在外面厚着了 都给他报一掌声 这种高难度的开颅手术 我们国家范围内 能做的医生 不会超过五个 但能这么快 还能做的这么好的 恐怕只有方院长了 黄一刀的名头 得换一换了 因为方院长才是名副其实的一刀 方院长还如此年轻 前途不可限量啊 胡修等人纷纷恭维着 大家不要给我戴高帽了 在我们江东市 还有比我厉害的医生 只是人家比较低调而已 方浩看着胡修 道你应该知道我说的是谁 年轻一辈中 就没有比你更厉害的 这点我倒是可以大胆地说 胡修笑笑 对有关部门的领导说一下 他就以妇幼还有事为由 先离开 别的医院专家 也以同样的理由 纷纷离开 方浩和这些领导 寒暄几句 也就到住院部 走访查房 在曾凌峰的病房 方浩检查之后 就对曾慈音道 你大哥的情况 有点变化 似乎有感染的迹象 你得注意点 这个我也看出来了 曾慈音是通过曾凌峰的体温来推断的 还需要做一遍相关的检查 他才赶下确切的结论 他给方浩提了两三个方案 见方浩同意 他就安排人执行 临走前 方浩瞥一眼曾凌峰 眸子中的杀意一闪而过 老太监 苏柔不是你能染指的 不管你怎么碰过他 你都得死 他离开 再去检查曾凌天的 情况也是非常凶险 但生命力真如韭菜一般 硬得很 赵飞燕的负责 都在曾凌天这里嘛 不然 这个老东西 怎么能染指苏柔等女人呢 让这样的人风生水起 真是说不过去 方浩欣有不平 却不得不强忍着 现在他已经有四个孩子绕西 还不包括 郭兰肚子里的三个呢 这份一肩挑的责任 让他预示的更加引人谨慎 血气方刚的冲动棱角 正在渐渐磨平 曾凌天 你这个老东西 你的死期就快了 方浩立行 给值班的医生交代一下 接着就转到了周芬的病房 周芬的气色更好了 他都嚷着要回家 他期盼的看着方浩 意思非常明显 只有回家 才能和女儿素柔相聚 你若是回家 安生休养 那我现在就可以让你出院 但你回去之后 你的亲朋好友都会过来慰问 你就没有时间休息了 所以 我只能让你在这里再住一天 如果明天你的情况比今天好转 我就让你出院 方浩安辅助周芬 事宜并不急在这一两天 苏伯源事宜 方浩到一边 他有悄悄话 要对方浩说 方浩知道对方是什么花花肠子 也和对方借一步说话 但他先开口 道 苏教授 你回来探望 我妈的时间到了 你得尽快离开江东市 如果明天 我妈出院后 你还赖着不走 那就不要怪有热心的 江东市人民群众 举报你了 你举报我什么 苏伯源脸色 陡然铁青 才知道 这个前女婿 已经不是当初那个 随手可以拿捏的青年 现在在江东市 已经是个人物了 只是 就这样被方浩威胁 让苏伯源非常不爽 不仅仅是举报 甚至还要揍你呢 方浩凑近到苏伯源耳边 低声道 你的女研究生中 可是有不少追求者的 他们要是知道 你这个老银棍 玷污了他们的女神 你说他们一冲动 会不会把你打个半死 你 你不要那么卑鄙 苏伯源知道 方浩的意思很明显 对方会找个大学生 直接来揍他 被抓起来 也会以感情纠纷为由 到时候 依靠方浩的关系 这个事情是有八九 是能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那他就白白的被揍了一顿 卑鄙就卑鄙吧 反正我已经跟你说了 你不听的话 那你就准备承担后果呗 方浩嘿嘿一笑 道 我知道你贪婪的性格 你想惦记 我妈那一笔财产 你想带走一部分 甚至全部 好让你在老苏家 更有说话的分量 但我告诉你 你这是在痴心妄想 你他妈的是要跟我作对到底吗 苏博元也露凶光 恨不得一巴掌 就劈死方浩这个小杂碎 方浩没有应答 他拍苏博元的衣领和围巾 整理一下对方的肩领 道 我听你中期不足 而且语气过喉咙的时候 也有些勉强 我建议你去找你妈 让她好好给你检查一下 你们这个年纪的老人 私生活又不节制 说不定和你老表张景一样 并来如山倒 到时候张灵女士 就白发人送黑发人了 你 苏博元想要弹开方浩的手 可方浩的力量很足 他在对方面前 毫无还手之力 只能任其整理他的衣领 在方浩稍微勒紧一下 他都感觉到呼吸困难了 护士到来 递来一个文件 让方浩大吃一惊 因为周家的人竟然提出 要给周妹把管 结束她的生命 方浩不理会苏博元 快速和护士离开 去到周妹的病房 他扫一眼 就见到周妹的眼角 在流泪 很明显 在冥冥之中 他已经预感到什么了 周妹 你这几十年来 做的坏事也不少 你听从教授的安排 恶事做尽 远的不说 最近给曾九龙等人下毒 指使人来抢我的孩子 你还给徐杰打神经毒剂 你拥有任何下场 你都是咎由自取 现在你这样活着 的确生不如死 方浩同意 核实一切文件没有意义 就终止对周妹的治疗 周妹的生命数据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在快速降低 她的生命 也在急速消失 周家的人在门外等着 直到方浩 签署了死亡确认 他们才离开 方浩的心 没有任何报仇的喜悦 反而是对一条生命的愧疚 医生是要救死扶伤的 只要病人还有一口气 他们都不会放弃 抢救治疗 不抛弃 不放弃 可不止说说而已 可现在 方浩却不得不眼睁睁地 看着一条生命 从手下离去 而她却不得不 装作无动于衷 在这一刻 她感觉 已经置身于 黑暗的深渊中 就算爬了上来 可依旧沾染了黑暗 可你们这些人不死 苏柔和孩子 我的家庭就要遭殃 死到有 不死平到 所以只能让你们去死了 方浩因这个脸 回到办公室 她等了半个小时 殡仪馆那边 就传来消息 周美刚拉过去 就被推进炉子中 周家的人 没要求安排入恋 和追悼等仪式 甚至骨灰 都是让殡仪馆处理的 恰好 张诗诗电话进来 询问有关周美的事 她不明白 为何周美突然就死了 还被拉去火化 周美的家属要求把管 就这么简单 张诗诗 你也应该看明白了 跟着教授做事 倒行逆施 只会让你不周美的后尘 唉 方浩 你别威胁我 我怕着呢 张女士 给了我最新的指示 我猜 你已经成功 引起她的注意 她很快就会来见你了 方浩 我喜欢你 我才跟你说 下面的话 你要小心 张女士 肯定会给你一个 下马威的 但你是我看中的男人 我会尽力保你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